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 马一牛说什么话也不足为奇 这个我对华盛顿这位专家 这个说的有点 这个有点 有个观点我感到 这个我有不同的意见 嗯 请说 他说这个中国社区现在 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 这个进行政治改革 我认为这是可能是不可能的 如果依靠他政治改革 简直是天方夜谭 好的 谢谢安徽的陈先生 我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稍等一下 我想先就这个 因为辽宁陈先生特别提到您的一个看法 还有不同的回应 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包括了平反六四 还有一些其他做法 你怎么回应这位先生对你的不同看法 对啊 那个陈先生啊 我想这样怎么讲 就是说 我们常常看中国 尤其我觉得中国人看中国人也不见得准 尤其外国人看中国人更不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太大了 那我刚刚就讲了说 城市跟乡镇的两极化 非常可怕 还有另外一个两极化 是中央跟地方的两极化 我怎么讲 就是说 你看十来年了 这个中央 他中央都把好的人才留在中央里面 你地方的人才都蛮差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碰到中央的都感觉说中国还蛮有希望 可是到地方去就非常非常失望 所以我觉得您可能在安徽 您看到了那个地方的 真的您 你的看法也没有错 可是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地方 地方看一下 中央看看 中国能够一个国家连续十几年 能够那么强大的这个经济改革 如果说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 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只是说到地方的还是非常非常需要有改进的地方很大 好的 另外我也想请教武汉 武教授 刚才有一位辽宁的刘先生提到了民进党最近对六四的一些看法 我想请你做一些回应 包括了民进党提议将这有关六四的提案 那形成一个决议文纳入立法院的程序 你怎么看民进党今年对这个六四特别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做法呢 武教授 当然民进党如果表达对中国事务的关心 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因为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是积极要去中国化的 那现在反过头来对西藏问题 对于这个六四问题 他们都表示很大的关心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民进党的关心能够持续 那么这样子两岸之间的这个和解就会更加快 那么两岸之间的和解加快 我相信也对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是有正面注意的 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是应该给予肯定 好的谢谢武教授 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要进入结论了 想请线上的听众观众呢 在接听你们电话的时候 各以大概一两句话很简短的发表你们的看法 台北的李先生你好 请讲 喂 喂 李先生请说非常的简短 喂大家好 你好 这个民进党不民进党的话 您大家想想看嘛 那民进党说是民主的 是本土政权 结果呢贪官污吏 乱七八糟的 跟中美也呛瞎 自己也搞不出个方向来 好的 这个政党可以干什么呢 谢谢台北的李先生 下一位是辽宁的关先生 辽宁的关先生请好 你好 请进来发言 喂你好 你好 你好我认为王胆子类 他们搞这个不是为反自己的物理 后边有他们的代理人 美国你强行推行这个民主 你太霸道了 难道你我就没这二十年我就没看到 你那个白宫前面或者是国会前面广场啊 能有说八九年六四那么长时间的集会游行 我不能给我不想给中国政府说什么话 不过来说你美国太霸道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关先生 下一位是台北的马先生 马先生请一两句话非常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喂 喂你好请讲 我是认为马颖就讲了啊 正好恰当 我认为王胆啊可以请他回去 我开心不满意 自己想办法 不要在这个还没有穿过来起的时候啊 不要在这个瞎闹 你王胆来闹什么 你要见总统 总统你那么那么就要接点你啊 这个还有这个东北那个六先生 我试上听他讲话啊 还自词 嗯好的 我们也不要涉及人身攻击 好的非常谢谢台北的马先生 最后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 赵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认为呢中国 中共啊不可能再搞什么民主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呢正义没有国界 我们人类不是动物 当面对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应该表态 所以说你台湾也好 哪个人都在表示自己的立场 但是你台湾呢 觉得自己表态是不应该 那么你和人类的感情 有点距离拉开距离了 好的谢谢河北的赵先生 那么节目上下最后两分钟了 请你哪位来宾 给你大约一分钟做个总结 我想先请武汉的吴教授 尤其是我想最后也提一句话 就是最近台湾的前副总 吕秀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 也特别谈到了 他认为六四对胡锦涛来讲 应该是一个机会 而不是威胁 就这个来给我们做 最后一分钟的总结好吗 谢谢吴教授 吕秀林前副总统 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他是从一个 做过副总统的一个高度 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他不会像 一般民进党的党员 那样的这句题 那么所以他认为六四 这个时候 六四时期的中共 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那他对中共也提出若干期许 我想这个就是因为 站在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会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那包括像陈菊 会到大陆去 那么也是应该是站在 未来他们希望作为一个 国家领导人的这样的立场 才做着这样的发言 好的 谢谢武汉吴教授 最后的一分钟 赵惠普先生 那我想这个 还是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改革是不可能再归路 中国政权为了保持你自己的政权 你只有往前走 你不能往后退 那我刚刚再强调一下两句话 就是这次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 这个北京的学者跟我讲了 就是说在1958年的时候 中国搞了一个生产大妖镜 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 没想到50年后 2008年的时候 他们又搞了一个叫 这个社保大妖镜 造成了现在 比较详细的数字 三千七百多万农民工失业 那至于那个收入减半的 还不在旗下 这中间代表什么问题 就是说中国 中国你六四你可以抛在脑后 你可以不道歉 你可以做很多慢慢的改变 可是你地方的感觉 已经跟你中央的感觉 越来越脱节了 你再不改革的话 将来这些农民工 就是你 你不要忘了当初 怎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 这些农民工 就是你最可怕的力量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 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理事 赵惠普先生 还有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 武汉吴教授 谢谢您 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 谢谢您 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 我们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两岸关系 或本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 即发送电邮的具体方式 距离6月15号 国民党主席选举领表 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马英九总统是否确定参选 兼任党主席 而现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 他的意象又是如何呢 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 我们就和大家一块来探讨 国民党主席选举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 踊跃拨打电话 发表您的看法 或是将您的问题 事先寄到美国之音 中文部的电子邮件信箱 来信时请注明海峡论坛 另外也提醒您 别忘了经常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上面有更多 有关于两岸关系的 即时报导和影像资料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 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今天在台北 与我一块主持的 中广新闻网 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节目 同一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